原标题 一是朱家实在太穷 尚无骗瓦 下无插锥之地 二是朱元璋长得太过另类 是丑男中的丑男 可人生无常 后来朱元璋参加红金军 凭着过人的感受和智慧 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原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三月 朱元璋占领英天南京后 朱元璋便派爪牙四处打听 令他念念不忘的梦中情人的下落 那帮炒牙也不是吃干饭的 很快就有消息反馈回来 胡华复 随家人躲避战乱 现流落在淮安 淮安是另一只红金军李军用的地盘 之前在豪州时 朱元璋与他共事过 算老熟人了 于是给李军用写了一封极其善情的鸡毛戏 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务必成人之美 将胡适给送到英天来 李军用天生就是甘缺德式的主 真的把胡适跟他母亲一块绑了送来 虽然胡适早已不是当年的美少妇 但对男人来说 世间最美的不是西施杨贵妃 而是想要又得不到的女人 朱元璋终于得偿所愿 后来胡适为朱元璋生下了第六子朱真 恰好平定武昌的捷报传来 朱元璋高兴之余说道 自成 依楚风之朱元璋称帝后 立胡适为冲妃 封朱真为楚王 封地就是武昌 再后来 胡冲妃阴言老色帅被凉在里边 如果不是一件偶发的事件 朱皇帝不会想起这个曾令自己魂牵梦绕的老女人 胡冲妃也会默默地聊此一生 因为他的年纪比朱皇帝大 得朱肯定会先于他而去 原来在楚王朱真离开南京到封地就藩后 朱皇帝的后宫爆出了一桩丑闻案 一天早上 负责清理环境的太监 在捞取玉盒中的枯枝败叶时 竟捞到了一个不足月的死鹰 不用说是宫里有人堕胎 为了消除罪证 偷偷将其扔进了河里 宫里嫔妃 宫额 能得到宠幸怀上龙肿 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生下王子 公主 作为母亲将会身价倍增 就算已经有了王子的人 天下也没有贤子女多的母亲 其中缘故用膝盖都知道了 显然是有人在会乱攻尾 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爆笑如雷的朱皇帝下令彻查 凡是有嫌疑的人员一律处死 随即 一条线索反馈到了朱皇帝处 此是哪一个姓胡的妃子所为 朱皇帝的第一反应 就想到胡冲妃 这个当初畅着几分姿色 不愿嫁给自己的妖妇 肯定是因为受了冷落 故意报复而做出这等丑事 朱皇帝完全被怒火烧得失去了理智 抄起宝剑就直奔胡冲妃的义德宫而去 胡冲妃好久见不到皇帝的面了 闻到他突然驾临 正欢天喜地出来迎接 没想到朱皇帝见面就是一见穿心 可怜这位昔日的美少妇 到死都不知道所为何事 等冷静过后 朱皇帝才慢慢意识到可能杀错人了 胡冲妃自打跟了自己后 一向中规中矩 从无半点心跳之色 况且都五十岁的老女人了 怎么会做这种龌龊之事呢 看来十有八九是冤枉他了 冲动是魔鬼 后悔要没得买去啊 朱皇帝正在懊恼之时 远在武昌的朱真听到母亲的遭遇后 不管有纸没纸 凡王没纸不得擅自离开封地 就奔了回来 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 可他不敢对父皇发泄 只是一个尽了跪在地上 大声哭喊着妈妈 朱皇帝做了亏心事 也不好致楚王不奉照 而入京之罪 一本正经地安慰着满腹怨恨的儿子 劝他尽快赶回武昌许 朱真最终只把母亲的衣带回武昌安 葬 打发走了朱真 朱皇帝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胡顺飞 胡顺飞的父亲 就是朱皇帝所封的林川侯胡美 原名胡廷锐 先前在陈九亮大汉政权中 担任江西行省丞相 驻守龙兴南昌 陈九亮战败逃回武昌后 朱元璋和平接收龙兴 收连胡廷锐所部 他投降过来后 为了向朱元璋表忠心 将自己的千金送给对方作窃的同时 也奋勇地东征西讨 立下赫赫战功 后来为了避为朱元璋 自国瑞改名胡美 朱元璋论功行赏识 封他驻国公寓张侯 石路一千五百石 四代书铁券扣右窄封林窗口 女儿则封为顺飞 胡顺飞社官二代 出身高贵 长得千交百媚 顾盼生辉 没见他之前 朱元璋并不介意 只是为了稳住胡美 才削纳他的女儿 极致一见之下 顿时两眼发光 视之如有物 并生下香王朱柏 封地为长沙 据锦衣卫调查得知 胡美曾带着他的女婿多次密 密潜入后宫 不知密谋何事 朱皇帝既已认定逆境案 非胡冲非所为 那么 必定令其人 胡顺飞既姓胡 又叫顺飞 那就活该倒霉 顺理成章理的成了逆境案的 又一个牺牲品 接下来 胡美的女婿被密密处 胡美本人则莫名其妙地 被投进了监狱 既没有人提审 也不告知她犯了什么罪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刺死了 胡美本来就是有功之人 想表忠心当皇帝的老丈人 却当初不是来了 直到后来胡维雍案阔大化 处置了李善长后 才把胡美列入胡党名单 并公布了他们风趣 吟论后宫的罪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